第一,首先你要考慮 究竟轉的位置,你能否轉 你又想到自己是家,不是任由轉 家裡的牆壁應該有水喉、電線方面 電鑽是金屬 轉了一條電線,會否電死 對,有關是否電死,有關是觸電 觸電的問題 我們可能會在第三集說 有關觸電,究竟怎樣才能… 怎樣會電死一個人 好了,當然會出現家居災難 轉到電線的環境 逢星期四晚,11時半 換曹斯達,布萊欣,風火水電 大家好,歡迎收看《魚起好便哉》之政論的第一集 我是這個節目的兩位主持人之一 我是阿Ken,大家好 你好,我是Alan 我們這個節目和之前的《魚起好便哉》有少少分別 就是我們不會再分正方和反方 而會變成由兩位常任的主持人 即是我阿Ken和Alan 我們就會就一些香港 或者一些主要香港為主的社會、政治、民生的議題 會作一些討論、分析、評論 而我們節目的前半部分主要會是這樣 而後半部分的有所不同之處 就是會加插一些節學、理論 或者一些關於重要的概念 譬如人權、民主等等 我們會加以去解釋、加以去討論 所以前半部分會說一些議題 說一些最新鮮的議題 後半部分就會說一些老生常談的概念 深入淺出 是啊,也補回一點 就是可能講講一個節目 為何我明顯叫做政論 就是因為除了政治評論在香港 現在是需要的 因為都說了很多次 他都說政治呢 我們大家都不想知道 對不對 這麼麻煩的東西 或者這麼骯髒的東西 我們不想知道 但是 我們沒辦法不提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政論還有一個意思 就是說一些正確的理論 政治可能就不要了一個部首 正確的理論 為何這樣說呢 因為 現時香港太多的話 都是 聽到一些達官貴人 高官 或者是政治人物 政君 說一些不合邏輯的東西 所以我們可能會盡量試一下 排除了我們個人的政治立場 排除一些個人的 bias 或者一些personal的感覺 跟隨一個邏輯說 不要讓觀眾 可以教導觀眾說 不要讓一些官員 只是一些不合邏輯的言論去餘弄 所以這就是為何我們那個名字的主題 Alan 我們今天是第一集 我們先講一些新鮮滾熱辣少少的時事 或者政治的議題 我們會 好 都不算新鮮 但是怎樣也要講一下 就是新任的律政司長 鄭若驊就涉嫌禪見 現在都不是涉嫌了 應該確定了 根據這個法治無罪推論原則 我們這個 涉嫌 好嗎 對啦 涉嫌 涉嫌 我們就不太想談論 為何鄭若驊會僭建 這件事是不是錯 這件事當然是錯 略政司長 知法犯法 黑白分明的這件事 所以我們不需要浪費時間去談論這件事 說他是不是錯 是不是對 浪費時間的廢話 所以我們討論的是什麼 就是說 一些所謂的達官貴人 為了要官官相違 為了要保護鄭若驊女士 就出了一些違反邏輯的言論 我們可能會儘量指出哪些東西是違反邏輯 例如 犯徐勵態 地位崇高 所以我補充一下 看這個潛建的事件 不是看他有沒有潛建 基本上 首先大家的傳媒都監察了很多 也不是去看他到底是否合適 到底是否給他機會 而是 基本上更加可笑的 看大家如何幫他護航 大家對這件事的看法是多麼不合理 即是護航也要有些水平 是啦 要找個爛的航空母艦遼寧號走出來 沒有威懾力 即是我們瑜伽好變 如果你有看頭幾集 我們有政反雙方 都是一個護航的 為了議題 但是可能如果有看Alan 那麼他頭幾集 其實很多立場都辯論得非常之好 好 我們先進正題 不如剛才說到飯徐麗泰的地位崇高 所謂的理由就是 鄭若驊女士就很忙 經常都要到處飛 可能有些公務 所以大家要體諒他 我用這個邏輯帶回一個例子 例如我有個兒子 我未結婚 假設我有個兒子叫小明 小明是沒有交功課 老師當然是吵架他 你一定要交功課 我身為小明的父親 又幫小明解釋 你不明白的 現在小孩子 一至五都有課外活動 下午三點半放學就要去游水 游完水就要補習英文 游完英文就要賺小提琴 是忙的 怎可以交功課 你要體諒小明 你覺得這個邏輯對不對呢 Kent 如果是三歲 小學生會覺得很有道理 都可以接受 不是 小學生是這麼說的 小學生會覺得自己很有道理 他找得出來 但你飯太也不是小學生 地位崇高 可以說是代表社會嚴達 根本上就是我們香港的 所以這個是邏輯問題來的 一些很沒問題的 基於政治立場 基於什麼立場 要保護一個新任的律政思想 是沒問題的 但麻煩一些反擊 有些邏輯有些水準 不要連我們這些業餘人士 都會一聽覺得有問題 還有有位女士 因為剛好這件事 有很多女士 林鄭 好 你可以說 林鄭也有說要大家給一個機會 她就覺得 司長真的不知道有一個前見 但問題就是 你舉個例子 經常年輕人會犯一些 藏毒混毒的新聞 大家都說自己不知道是毒品 你買了一間屋 幸好這次裡面有一個前見 如果有一個毒品工場 一來很糟糕 二來已經是誠信能力的問題 林鄭 林鄭她可以幫人護航 但其實她是 但以前就吊交同英年 她自己也有問題 因為她用這個人 她自己用人是不當的 用了一個有問題的人 她自己也需要有責任 去問責 而她更加其身不正之下 還可以幫人開脫 都頗後顏無恥 還有邏輯也說不過 她只有一個月時間 但會覺得她真的不知道 那裡有責任 順便說大律師公會的前主席 譚穩之女士 她說 傳媒或公眾的態度 不能每次都說 把這些東西都插出來 叫人不要窮追猛打 一個前大律師公會前主席 原來他的理想法治就是這樣的 我們的態度就不能窮追猛打 習近平說三拳分立 可能他沒有反出來 他想三拳合作 他想四拳合作 因為全部都是第四拳 都很奇怪 給他一些空間 好像藝人一樣 出軌那些說給我空間 但這次不是因為他是潛建 出了天台和地庫 根本就不應該給空間 犯法就是犯法 應該給少一點空間 還要有一個律師 給少一點空間 公職人員還要管法律 管法治 我都想問譚穩之小姐 我讀書一定沒有她那麼厲害 法律的觀念也可能沒有她那麼清楚 但究竟這個邏輯是怎樣解釋的呢 如果這樣說的話 政治犯是不是都應該好像旺角的 蘇聯啊 我來當好嗎 我不要說定性了 就回你們這樣說 那為什麼他們又不能給空間 可不可以傳媒 建制派親共派 或者藍絲這些人 可不可以不要窮吹慢打給空間呢 對不對 好 講完這件事 講完一些不適合邏輯的護航的事情 我們可以不如講一下這個 對這件事有什麼看法的 不如下一個關於民意的看法 鄭若驊就不知道他會不會辭職 暫時都算是 如你所說的無罪推定 還不算是正式定了罪或有遲不見 不過遲職的機會應該是零 為什麼會這樣呢 有些人就很奇怪 沒有理由這麼蠢 一個這麼專業的公職人士 沒有理由不知家裡自己有遷見一件有問題的事 為什麼他好像可以視若無睹 就這樣出來做呢 他跟他老公說 那時候工作很繁忙 不尋常地繁忙 但也不合聲 這個大家都知道 傻子聽到也不合 他這樣開脫 因為他沒有藉口 隨便沒有選擇之下 用這些藉口 但不合聲的是 如果有人相信他 但我反而覺得 因為他看死 香港的民意是不會發聲的 我想探討一下 為什麼香港的民意是不會發聲的 最主要就是 沒有人會關注這件事 是一種麻木 可以分兩方面的麻木 譬如 第一件事就是覺得 所有孤官都是這樣 政治人物就是這樣 是那麼髒 這些就叫犬如式的麻木 這是其中一個原因 第二種的麻木 可能是普通一些的民眾 可能沒有留意政治 經常都會覺得 是這樣的 這個世界是這樣的 我們沒有辦法改變 我們不犯法就行了 不止對這件事 對所有香港不公平的事 他們都會覺得 沒有辦法 人家有權有勢 我們做什麼都沒有用 不如開開心心 打一份工作 吃個飯 這就是另一種麻木 沒錯 也有一種認病的心態 或者有些人都會認為 僭建而已 不是毒品 不是製毒 不是家人努力 也有些人是這樣的看 就是會覺得 一些口說法治 但有些部分的犯法 他們是覺得沒問題的 這就是這兩種 普通人 根本是不在乎 他不在乎這件事 他覺得只要維持到 我現在基本的生活 就可以 他對所有的政治 所有的不公平的事 都是麻木的 而第二件事就是 我們在乎的人 所以比較就算是 留意政治 我們K人的人都發覺 自己是做不到的 K人 你想想到 如果我們好像很關心 這件事 想想到有沒有一些實際的地方 做到的事 我真的想不到 在現行這個 大家一定會說過制度 制度 沒有的 因為你的政府又不民主 議會亦都不民主 不如說到這裏 下廣告 我們休息一會 再說一會 就是完全不關心的人的麻木 以及關心的人覺得自己做不到事 有些算是政治的犬儀主義 最後什麼都做不到 所以我們會很難忘 而形成一個總體的民意 就是他們會看死你 這些人就算聽到有多不公平的事 多錯的事 都不會有人關心的 關心的人亦都發起不了什麼活動 難道我們兩個自己掃人 在Facebook打過不如我們集會遊行 集會遊行也沒有用 所以最後顯示就是 為什麼 綜合就是香港會搞到這樣的地步 就是因為所有人都不在乎 關心的人做不到事 令到民意沒有任何力量 給予一些當權者 還有我做不到事是的確的 但做不到事是一個問題 就是你現時做不到事 但如果更大的問題 就是你即使知道做不到事 但你要知道這件事裏面的邏輯 那個脈絡究竟是要怎樣去看這件事 怎樣去分析這件事 究竟怎樣去對這個 僭建的局長作出一個公運 就是其實他這個問題 究竟是一個什麼嚴重的問題 再繼續去看我們之前所說 就是你還要去看看 那些人怎樣去幫他護航 那些人是不是你可信的人 那些是你的特首 你的地方的元首 不要說是什麼地位 他說的話是不合邏輯 就是這麼簡單 而很多人都會灰心的 我都會灰心 尤其是有很多人有一個散後的抑鬱症候群 就是這麼難得2014年 話畢都可能有十幾萬二十萬 甚至有相傳五十萬人參加的活動 然後最後什麼都做不到 我明白的 大家都會覺得我既然什麼都做不到 不如不要管 我回家也是要看修法的 看看Youtube 看看書 打遊戲 玩Fever 為什麼還要理會這些事 都沒有人理會 沒有人理會 我們就算理完也沒有用 為什麼還要理會 而我現在就要告訴你 為什麼我們還要關心這件事 我們不能放棄現在感覺到的憤怒 見到不公平的事情 憤怒是人之常情的 我們不應該放棄這種憤怒 做不到事情是會灰心 是會絕望的 但是我們不應該放棄這種絕望 為什麼呢 因為在反抗之前 反抗任何事情都好 不論是強權也好 不公平的事情也好 我們的灰心和絕望 都是屬於我們自己一個 Kent 你不會明白的 我也不會說 Kent有什麼苦惱 有什麼憤怒 有什麼絕望 但是如果我們兩個一起 例子就是雨傘運動 我們兩個一起 幾個人一起 十幾個人 甚至是慢的人一起 去出一些反抗的行為 這種孤獨和這種絕望 就會集合成一起 而我們的情感 情緒和理念 終於不是孤獨一個人 而是大家 這個就是所謂 卡茂在反抗者說的一個理論 就是 是的 每個人出世都是孤獨的 這是沒有辦法的 沒有人會完全理解對方的情感 但是經過反抗這個行為 經過用反抗表達我們的憤怒和絕望 在這一刻 在反抗這一刻 最少我們是相通的 我們是理解的 對 這一刻我們的理念是一致的 對 證明到最少我們的存在價值 這個是其中一個卡茂理論 之後我可能都會提一提存在主義 喂 時間不多 我們不如馬上下一下這個所謂的 理論 我們想帶出的一些概念和理論 就是我們剛剛有提過高官的前見事件 為什麼我想講一些政治理論 大家可能會覺得很悶 又講政治理論 會很悶的 但是有些概念要知道 要釐清或者要重溫 是啊 因為 我不知道阿Kam會這樣想 有時候會覺得 很多人支持一個政客的理念 或者支持一個政黨的理念 他不是因為覺得 政客或者政黨的論述是正確的 很多時候都是為了 那個政黨的名字 和政客的名字 而就去支持 他不會思考 政客說的東西是否正確 他舉的理念是否正確 可能有些人以前 我就不會看到長毛 我就一定會支持 我不會理會長毛說什麼 可能泛民那邊 看到楊岳橋我就會支持 我不會理會他做什麼 說什麼 做過什麼 可能我講一下 黃先生黃文 只要是黃文 教主就可以了 我不是教主錯了 我只是會說 很多人都是跟 一個形象 那個人是有魅力的 或者那個政黨的名字是好的 例如以前就是民主黨 投票就好像有贖罪券 只要投票給民主黨 證明我就是一個 之前民主人 我是站在道德高地 我就不會理會民主黨做什麼 我認為這些是 淪落了一個口號式的抗爭 我們有時候 跟著這些人說 我要民主 我要民主 我要人權 人權是天生就要有的 但他們沒有理解過 什麼真正的民主 其實大家叫同一個口號 可能背後 那個深層少少的理念 其實都是不一致 因為其實有很多人就是 剛剛Alan你所說 是很明星 好像追星一樣 也都希望 就是我們會說 這些理論 concept 就是希望 想有時候 他們追隨一些政治明星 未必是他們想追隨 可能他們 對於這些政治理論 不是那麼熟悉 他們分析 那時候一時想得不到 那麼透徹 希望可以慢慢 其實都不是一時想得不透徹 如果你用康德的說法 就是說 其實人 除了偏生可能有智力問題 我這個我不計 有精神病 你不計 普通人 每一個人都有機會啟蒙 啟蒙是什麼 就是人變成熟 為什麼那些人 不會成熟 不會想的 不是他們蠢 是因為什麼 是懶惰 還有內藥 懶惰在於就像你所說 這麼複雜的事情 我為什麼要想 我不想聽 我回家看TVB就知道 某個 那些震悲一夫好像很善情 簡直是二血盈康 那我支持你 到下一單 我又支持你 到下一單 完喬又 就是贖刑 我又支持你 我只要投了一票 就像以前那樣 我只要給了錢買了贖刑 我就上天堂了 我不需要做任何好事 不需要你任何的事情 我相信很多人 曾經跟一些人 朋友也好 家人也好 做一些政治的辯論 對方都有一句 七七遊行我也去 六四集會我也去 當年八九年六四 我也有上街 就是 但是他之後 去康明說的東西 就沒有邏輯 但是開場白一定是這些 全部都是一個 好像表達到自己 站在那裡 道德高地的行為 所以我就是想 盡量這個節目 改變一下這個風氣 不要說教大家 和大家分享一下 一些基本的政治概念 不如 講民主之前 要先講人權 因為沒有人權 沒有所謂的天賦人權 就沒有民主 那我不如說一下 人權 大家都經常說 人權是天賦的 即是甚麼呢 一出生 天生 不管你是甚麼人 黑人有白人有好 黃種人也好 無論你是男還是女 同性戀也好 異性戀也好 你也是有天賦的人權 而人權的本質是甚麼呢 就是自由 我們聽到這裡 覺得整件事都很美好 人權 自由 聽到一定是一件很文明的事 普世道德的事 但是原來 人權就不是天賦 我們會被灌輸說 天賦的人權 其實每個人都值得擁有 需要擁有這個人權 但是較少去講 就是怎樣去教你 去捍衛都還好 大家都會捍衛人權 但是捍衛人權 的前提就是 你有一部分的人權 只不過是一部分 你有一整個人權 但是一部分被侵蝕 被侵害 那你就去捍衛人權 前提就是有頗多的人權 雖然你很難去量化 但是你說得捍衛人權 前設就是 你的人權狀況都不差 但是更深的就是 應該你去提倡 去灌輸 就是你怎樣去爭取 去建立你的人權 怎樣去一步一步 世界人權宣言 有很多條 還有很多人權的條文 你怎樣去 現時香港 一個這麼高度文明的地方 還有很多人權的狀況 人權的問題 是未達到一個 國際的水平 我實在想說 我們要去捍衛 之餘還要去爭取 我們的人權 這樣去灌輸 其實這個人權的狀況 在香港 我實在想推前多一步 什麼人權先 為什麼人權一定是天父 不是的 這個世界上 基本上就是存在先於本質 譬如 這本書 它存在 為什麼它是一本書呢 它本身是由木造出來的子 為什麼它是一本書 因為我們人類賦予它這個價值 這個意義 這本叫書 首先它是書的 書就是它的本質 但是它一直存在 為什麼它是一本書 由人類賦予價值 跟人權一樣 這個世界沒有什麼是自古以來的 大部分都是共同的想像 和共同的認同 例如 金錢這個價值也是 紙一張紙 本身是 它的價值就是一張紙 為什麼現在我們會相信 這張十元 五十元一百元 我出糧不會質疑 這些不是錢 這些只是一張紙 我會相信 這塊錢會出到它會換 是有這個價值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共同信任這個價值 這個就是共同想像 我們大部分的價值觀 道德 理念 人權 民主 自由 所有這些所謂的價值觀 norms values 全部都是經由共同想像 共構出來的 這個你明白嗎 明白 所以就是為什麼存在才會有本質 所有東西是先存在 之後才會有價值 人權一樣 人權基本上出來 怎麼說呢 道德價值觀念 剛剛說過的 共構 人權這個概念 是抽象的 為什麼會有這個 天賦人權 我們不如說一下 人權和自由 必然是相關連的 對 或者可以這樣說 最重要的人權 有很多條文 有很多種 有很多不同的 你可以去逐項逐項 說出來 但是最重要的是 首先 最重要的一項 都是自由 你要有你人生的自由 你要選擇你去做什麼 那究竟什麼是人生的自由 或者人天生出來的權利 如果你用現在所謂的文明想像 就覺得人是有自由 但是同時我們要尊重他人 這個觀念就是後天 因為如果根據說 我們本身人一出生 如果是完全自由 我就做什麼都可以 我現在想打Kent一拳 我就可以打Kent一拳 這個才是我們本身 天生擁有的人權 或者天生擁有的自由 並不是要尊重Kent 或者要考慮不去犯法 這些不是真正的自由 如果根據 我們回到最基本最基本的時候 推到最前最前 沒有所謂的富製價值觀念的時候 譬如用沙特的講法 我們有絕對的自由 或者激進的自由 我們就做什麼都可以 基本上 如果說譬如有時候 你會說 不是的 可能假設有個綁匪和槍枝 如果我不陪他一起偷錢 他打死我 我這個時限沒有選擇 但如果人類有絕對自由的話 用沙特的講法就是 不是的 你可以選擇死的 如果你真的覺得 我的自由 我不想和他一起偷錢 不想和他做壞事的話 我有權選擇我去死的 所以我們每一個決策 和每一個決定 如果根據沙特的講法 都是絕對自由的 我們殺人也好 不殺人也好 都是你自己的選擇 沒有那麼逼到你的 犯法 法律 全部都是後加的東西 可能我犯法 我的後果是什麼 有警察抓我 所以就算是他 不做選擇 他沒有做決定 都是一個決定 這個就是沙特會說 人會很容易有緊張 絕望 憂鬱 我們其實每一步 每一個抉擇 每一個行為 其實都是一種選擇 而我們必須要為這件事負責任 否則我們沒有直視過自己的存在價值 我們只是跟著一些 所謂別人後天建構的價值觀 後天建構的道德 連法律都是後天建構 法律不是 以這個標準 這個概念 講回我們開場局長簽建 他買了一間樓回來 有什麼都不做 當那些簽建真的不是他興建 沒有一件是他興建 他不找人檢查一下 有選擇 你不檢查一下 有沒有什麼時候從書都檢查一下 有沒有什麼毒品槍械犯法 人頭骨 全部都是選擇權來的 他自己去選擇 他什麼都不做 所以是要負責任 現在說不知道有簽建 其實都可能真的要教一些政府 達官貴人什麼存在主義 如果連我都明白 我相信讀過那麼多書 懂英文一定比我 這些當然理論沒有 我都曾經有一刻覺得 是不是太面 新局長 面 上任幾天就對他連鎮炮法 但是現在聽了Alan 你這個存在主義和解釋 好像釋懷 好像對局長不夠面 當然不夠面 每一個人都可以對自己要面 如果不是你沒有真正存在過 你以為每次都可以說 我很忙 我很多事做 我什麼都不管 我要做事 我要賺錢 我已經沒有時間理這些 就是一個藉口 全部都是選擇來的 你自己全部都有選擇權 而人權也是 其實也是一個選擇權 我們剛剛解釋過 人是有絕對自由的 根據這個理論是對的 所以 人權現在 我們經常說 社會契約論 其實不止 爐梭過的 不止現在所謂的文明 或者普世教 就是一個 你可以說一下最原初的社會契約論 是誰舉出來的 就是霍布斯 應該是H-O-B-B-E-S 不懂 霍布斯 他認為人權等於自由 但是人是自私的 人性是本惡的 如果我有絕對的自由的話 這個社會是一個野蠻的重臨規則世界 我大隻瓜 不是 阿Ken大隻瓜 阿Ken大隻瓜 如果他想偷我的錢的話 他就真的衝來打勾我的錢 這個就是 最基本的 如果沒有社會契約論 沒有所謂的人權 人是最自由的狀態的時候 就會出現一個混亂的時局 那為什麼會有社會契約論 或人權依然會出現 就是因為大家都不想 強者就說可以任意游輪 就像現在這樣 那些官員有錢 就是動物的世界 物極責責 適者生存 可能獅子 因為他大隻傭人有錢 就可以送他的細獅子去英國讀書 或者非洲大草原牌去跑去 我們這些窮X 沒有錢 我們是靈洋來的 我們 只能留在新界草原吃草 所以人權就是維持我們文明社會的一個 不可以說文明社會 是維持一個利益 我們弱者 因為無法保護自己 所以希望可以有一個社會的契約 社會的結構 維持到一個上而下的結構 而令到我們可以避免一些強者的有力 所以霍布斯的社會協議論 不是基於文明 或者人權現在的自由 是屬於一些 所謂的利益 和整體的安全 時間都差不多 可能講不完 但是我們下一集 可能要再講一講 人權不是天賦 第二就是霍布斯的社會協議論 是根據利益和安全的 下一集再講其他類型的社會協議論 需要討厭喜歡的 或許支持小少年 是靠近的人 在寫覆詞 我們以前在寫覽 也有判慮 因為它 Tempo